今年一度的淡水环境艺术采接2024淡水艺术嘉年华活动就在10月19号 淡水金色水岸广场和中正路的老街封街狂欢 以时光嘉年华从坊护尾西载坊为主题 将百年前护尾之一的历史精神转化为异常令人振奋的采接庆典 这不仅仅是对历史的致敬 更是对淡水文化的深情诠释 一年一度的淡水环境艺术采接2024淡水艺术嘉年华活动 在10月19号的淡水金色水岸广场 以及中正路老街封街狂欢 以时光嘉年华重返护尾西载坊为主题 将百年前护尾之一的历史精神转化为一场令人振奋的采接庆典 不仅是对于历史的致敬 更是对于淡水文化的深情诠释 然后大家花了很多的创意心思来装扮自己 那我觉得淡水这样的一个嘉年华已经产生了一个品牌 应该有16年 哇这个的深是非常非常的开心来到这边 新北市文化局副局长也到场参与 并且表述这一次的淡水艺术嘉年华不仅是展现对于历史的尊重 更让淡水的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再次绽放光彩 此外现场也欢迎来自日本的参访团 辞成县的小美玉序市长以及议会贵宾前来淡水艺术文化交流 欣赏淡水艺文魅力 我常常都跟外面的游客来讲是说这就是属于淡水人的热情 我们用清新打扮来让所有来到淡水的乡亲好朋友 都可以感受到我们对于这块土地 以及对于文化的重视以及期许 包含接下来会有一个很热闹的采尖活动 那我们淡水地区各个大大小小的社团 也都全员出动大家一起来参与 真的是非常的热闹非常开心 而且大家还会针对不同的故事 或说自己想要表达诉求 借由这样的一个采尖活动把它呈现出来 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淡水所有的社团大家都使出浑身结束 然后发挥创意 要让大家来看看我们淡水的艺术能量 那今天真的非常的热闹 天气也非常的好 那我们也希望这样子的活动 可以激发起我们在地大家团结的 这样子的一份心力 为了呼应2024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 江年华汇集了多达46队的队伍 超过上千人的采集队伍 参与者来自各大艺术表演团体 还有社区社团以及学校企业 他们透过舞蹈音乐等多种形式 展现出淡水的多元文化魅力 而整场庆典当中充满设计感的 花车和大型艺术装置 也成为视觉焦点 从激昂的战鼓到和平的颂歌 每一个表演环节都为观众 带来无与伦比的视听体验 记得许多安一淡水采访报道